好,那么的话,我们这个还是接着往下讲啊 这个还是有一点紧的啊,今天啊 好,接着往下讲啊 接着往下讲呢,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HTML的这个链接,是吧 我们说HTML是属于属于什么语言呢 它是一个什么,超文本标记语言 是不是这样的啊 超文本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个什么 超链接吧,超链接啊 那么的话,这个超链接就是 我们这个很有什么,用的一个标签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A标签,是吧 A标签的话就可以什么呢 我们在个页面上可以什么 互相的链接,是吧 从一个文档跳到另外一个文档上面去,是吧 好,那么这个A标签的话 它有它特有的这几个属性啊 哪几个属性呢 比如说这个一个是HUB属性啊 HUB属性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链接的地址 是不是这样的啊 链接地址 定义跳转的地址啊 然后还有一个Title属性的话 是定义这个鼠标悬停的时候 它的提示文字啊 比如说下面这个地方,是吧 这个地方啊 好 那么的话 还有一个Target的属性 Target的属性的话 就是指什么呢 定义这个链接的什么呢 新页面在哪个窗口显示啊 默认的话是Self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Target的等于Self 默认的话就是新页面 把原来的页面替换掉 是这样子了 那么还有一个Target的 Blank是什么意思啊 会新开一个网页 新开一个浏览器窗口 然后显示新的页面 这是Blank 这样一个 好,那么说完这个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链接是怎么做的 好,来看一下 好,链接 好,那么比如说 我这里写一个什么呢 链接是吧 好,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网页首先的话 来做一些标志是吧 为什么作为标志呢 比如说这个网页是哪个网页 是吧 比如说链接 链接啊 好,比如说我们先写一个什么呢 先写一个标题是吧 比如说是这个 H1是吧 H1 好,比如说这是网页 1的标题 是这样的啊 1的标题啊 好,那么的话 接着我们来做链接 是吧 做链接的话 那么链接的话 可以链接很多地方 比如说网页之间互相链接 比如说最简单的 网页之间互相链接 那么怎么写呢 比如说 那么写的话就是用什么 就这个A标签吧 是吧 A 然后的话 然后它的一个 这个属性是HUB HUB属性的话是链接到什么呢 链接到什么呢 这个地址 是吧 链接地址 好 比如说我想链接到什么呢 链接到这个006 比如说这个006的这个网页 是吧 刚刚我做的这个图片的网页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我可以把它的 这个名字直接写到这里来 比如说我在这里 是吧 我 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我可以把它的 这个名字把它copy一下 是吧 我刚才是这样子的 我看它是用relam 是吧 relam之后它就可以 它这个名字可以到这里来啊 把它复制一下啊 copy是吧 copy完之后 然后回到我的这个008 这个里面来 是吧 把这个HUB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名称 是不是这样的啊 等于这个名称啊 HUB等于它 然后的话啊 那么这个A标签呢 这个另一边它是什么 它是属性的 记得啊 那么它还有一个反斜杠A啊 好 你既然是一个反斜杠A和A的话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嵌套的东西啊 是吧 这里面要包什么东西呢 图片文字都行 啊 对 包文字或者图片都行 是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包一个文字 比如说是这个是 图片的啊 图片的网页 是吧 去到 去到图片的网页 是吧 可以吧 好 那么这么做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啊 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是什么呢 网页1的标题吧 然后下面这是个链接 是吧 它是去到图片的网页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如果我点一下它 是不是到这个网页里面来了 是不是自动跳到这个里面来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如果说我想 从这个网页就跳回去怎么办呢 是吧 我点这里是不是可以啊 这个好像不好 是不是啊 如果我在这个里面加一个链接 是不是可以啊 跳回去是不是可以啊 这样可以 是吧 好 我点这个 我在这里面加个链接 跳回去 是不是这样的 那可以怎么做呢 我在这个页面里面来 这个页面里面来 我是不是也可以加个链接啊 加个链接啊 那么加什么链接呢 比如说 A HF等于什么呢 这个是008吧 是吧 008链接啊 COPY 是不是这样的 好 然后是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去到 去到网页 网页8 是吧 网页8 好 好 那么这么做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先看这个页面 是吧 看这个页面 然后是 去到图片的网页 是吧 我点它 是不是去到网页的图片呢 好 这个地方是不是什么 去到网页8了 这个地方看见没有 好 我点一下它 它是不是又回去了 这是不是可以 练来练去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去到图片的网页啊 去到网页8 好 这是这个链接是吧 好 那么这个链接的话 我们看一下它是什么呢 属于什么 页面之间互相链接吧 本地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本地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呢 练到远程的吧 是吧 练到远程的啊 好 好 那么如果说练到远程的条书 我想练到什么呢 练到这个 比如说是我们的传制的网站 是不是这样的啊 传制的网站啊 好 那么呢 怎么念呢 比如说我拿一个 再拿一个A标签是吧 然后Huff等于什么呢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就可以写这个 传制的网站的地址是吧 那比如说什么 http是吧 然后是 w.itcast.cn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这个是什么样的 好 这样子是吧 好这样子啊 好 这样子之后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里面可以写什么呢 传制 传制播客 是不是这样的啊 传制播客啊 好 这样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啊 再来看一下 然后是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 传制播客的 这几个字啊 是不是这样的 好 然后我点这个 传制播客 点一下它 它是不是到了这个网站呢 这个是练过来了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很简单啊 好 那么如果说 我想怎么样呢 我想用一个图片 做链接 可不可以啊 比如说我想用 传制播客这个 logo的图片来做链接 logo的图片来做链接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啊 可以先怎么样 把这个图片存下来吧 比如说我把它点右键啊 然后是图片另存为 是不是可以把它存下来啊 好 存到我刚刚的那个 呃 存到我刚刚的那个什么呢 这个里面去啊 这个里面有个imagics 是不是这样的啊 把它保存一下 是吧 好 保存一下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我怎么做呢 我就把这个 传制播客这几个字的话 我就不用字来做链接了 我就用什么呢 用这个什么 图片来做链接 有没有 那么怎么用图片做链接呢 我把这个图片 把这个文字用图片代替掉 就行了 怎么代替掉呢 这个地方插入图片 怎么插入啊 用image吧 是吧 image啊 用image 然后sse等于我的imagics下面的什么呢 这个刚刚我存的这个logo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最好写个alt 是吧 这个是 传制logo 好 那么这么写之后 这个上面是用文字做链接的 是吧 下面是什么呢 用这个图片做链接 好 这个链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 好 这个是不是一个图片啊 大家看一下我的鼠标 如果放上去 它就变成手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我点这个 它是不是也可以什么 链到船只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就是图片做链接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链接的话 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呢 做一些比如说那个 说一个title属性嘛 它的属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可以什么 显示鼠标悬停时的提示文字 啊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鼠标放到这个图片上 我希望它怎么样呢 显示这个什么 是去到船只播客的 那么怎么样呢 可以在里面写一个title属性啊 title等于什么呢 这个是去到船只的网站 好 那么加了这样一个属性之后 这个时候又有什么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之后 大家注意到 我把鼠标放上去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小弹框啊 是不是有个小弹框啊 这个是什么 去到船只的网站吧 是吧 好 点击它 怎么样 去到船只的网站 好 好 这是关于这个链接的啊 一个是文字 一个是图片做链接啊 好 接受的话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属性 叫什么呢 target的属性啊 target的属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默认的我们 我们点这个 点这个 这个是008的一个页面 是吧 我们点的时候 点过去的时候 这个页面 似乎被这个网站的页面 就代替掉了 是这样的 如果说我想什么 另外开一个页面 去显示刚才链接的页面 是这样的啊 那么的话 我们可以再给另外一个属性 就是target的属性 是吧 那么target的属性啊 target的属性的话 这个属性是什么呢 默认的话 还有一个self self的话就是默认的 就是色与不色 这个 这个什么 功能都是一样的 就是把自己替换掉 明白没有 啊 色与不色 都是把自己替换掉 self 是吧 还是把自己替换掉了 是吧 明白没有 啊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改成一个blank 啊 b lank blank blank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把这个网页什么呢 另外再开一个页面 另外再开一个浏览器的页面 然后把这个新网页 显示在这个 新开的页面上面 明白没有 啊 来看一下啊 好 比如说回去啊 回去之后再刷新一下啊 比如说我再点它是吧 再点它的时候 看见没有 它首先出现这个title的提示文字 是吧 好 我点一下之后 那么它是不是新开一个tab啊 原来这个页面还有吧 新开一个tab 然后写出这个链接的网站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链接啊 关于这个链接 好 好 谢谢观看